Hello大家好,我是Batman 欢迎大家收看第一届风火轮奇葩生存挑战赛 这次我们一共是集结了16位造型奇葩的风火轮选手 一同角逐生存之王的称号 比赛规则也非常简单 参赛选手两两进入我们的对撞赛道 不管是把对手撞出赛道 还是对手失误自己冲出赛道 最后一个留在赛道里边的车辆获胜 最后获得胜利的选手 还会得到一顶我们大赛组委会为其特别准备的小皇冠 这顶皇冠上还连着头皮和头发 虽然看起来有些惊悚 但是我相信参加比赛的都是勇者 不会在意这些小细节的 OK,那么现在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登场的是人间大炮选手和平起子选手 人间大炮选手还特意邀请了自己的好友乐高钢铁侠 来作为自己的队友 究竟两个人参赛是事倍功半还是事半功倍呢 谜底马上揭晓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 因为我们人间大炮选手是双人参赛 所以不管是小人还是小车 只要有一方率先摔出赛道 及时为输掉比赛 对于这种一上来就给自己增加难度的选手 我们除了敬佩 也就只能祝其好运了 3,2,1 2,1 我们的人间大炮选手组 不管是小车还是小车 都是毫不犹豫的就冲出了赛道 丝毫不练战 所以恭喜我们的平起子选手顺利晋级 下一组是我们的购物车选手和我们的烤面包机选手 跟我们刚才的人间大炮选手不同 我们购物车选手的队友是天生就在一起的 并不是后来自己作死邀请的 这次我们的购物车组是否会重蹈我们刚才人间大炮组的负责呢 我们拭目以待 3,2,1 最后实在是太接近了 感觉是我们的面包机把我们的购物车给撞出去了 但是究竟是谁先落地呢 裁判正在看回放 结果出来了 虽然我们的购物车呢 是史书很耍赖的一招塞在了赛道上面 但是最终呢 被我们的面包机顶了出去 而且最先落地的实际上是他的队友啊 那个黄金的小人 所以说最后获胜的是我们的面包机 最后呢 恭喜我们的烤面包机器选手顺利晋级啊 所以说啊 不要没事作死请队友是吧 下一组是我们的面包选手 还有我们的拖车选手 我们的拖车选手呢 也是请来了一名队友啊 来帮助自己共同战胜对手啊 但是呢 通过前面两组的经验 我们现在只能祝我们的拖车好运了 3,2,1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这局比赛实在太漂亮了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团队合作 一上来我们的拖车和他的队友呢 就分离了 两个人呢 一起跑在了赛道上面 然后共同呢 把我们的面包车是挤了出去啊 同时呢 两个人还继续留在赛道上面 要争个你死我活 真的是最佳队友啊 最佳搭档的称号呢 授予他们真的是当之无愧啊 然后我们的汉堡选手呢 因为恼羞成怒啊 把我们刚才两位晋级的选手 是直接给砸了出去 确实他这个准度真是挺厉害的 不过我在这里还是呼吁大家 一定要有这个职业道德啊 要有比赛素养 要打出精气神来啊 最后一组又是出现了 两人组合的这种阵容啊 是我们的Bazumkan 还有我们的蝙蝠侠 难道是因为两个人的名字 都是以B开头的 所以他们要搭档吗 果然是火箭啊 两个人毫不犹豫的就飞了出去啊 最后呢 也是恭喜我们的黄色潜水艇 顺利的晋级了 再来呢是右边这四组选手 首先呢是我们的摩托车 和我们的马桶车 我非常好奇啊 我们的摩托车会使出什么样的跑法 他自己现在连站都站不住啊 这两位选手究竟会给我们 带来一场什么样的比赛呢 我们拭目以待 三二一 摩托车选手一上来就使用了著名的 敌动我不动跑法 干净利落地淘汰了我们的马桶选手啊 恭喜我们的摩托车选手顺利晋级 没有人扶持着你 所以你就先躺在地上吧 下一场是我们的飞机选手 和我们的表情车选手 估计又会是一场赛事非常胶着的比赛啊 三二一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我们的飞机选手是静止了自己 而我们的表情车选手则是静止了整条赛道 再来一次三二一 表情车再次静止了全场 第三次三二一 最后呢是我们飞机选手的敌动 我也稍微动一下下跑法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恭喜我们的飞机选手胜利进入了下一轮 哇下一场比赛将会在飞机选手 和摩托车选手之间进行 估计将会是载入 凤火车生存挑战赛史册上的一场比赛啊 下一组呢是我们的碰碰车选手 和我们的狗窝选手 感觉这两位选手都是非常的好动啊 实力应该是相当 三二一 二一 最终呢是我们的碰碰车选手 自己冲出了赛道啊 恭喜我们的狗窝选手 顺利进入了下一轮 最后一组 这两位选手真的是 这次比赛所有参赛的选手里边 看起来最正常的两位选手了 三二一 下面发生的事情呢 我也是在后来剪片子的时候 看班农作才发现的啊 大家先不要在意这科尔维特 是怎么失误的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兰博基尼 他居然掉了个头 我们再重新看一遍啊 这个时候呢 他的车头已经伸出去了 然后呢 他居然又回到了赛道上面 而且掉转了180度啊 在这么窄的赛道上面 还能掉头 这种风骚的跑法 真的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大概是我们的科尔维特选手 车身太高啊 中心不稳啊 最后呢 恭喜我们的兰博基尼选手 顺利进击 那么至此呢 我们此次比赛的 所有八强选手都已经角逐出来了 下面将要进行的呢 十四分之一决赛 首先要上场的呢 是我们的平起子选手 和我们的烤面包机选手 三二一 两位选手的表现啊 都非常的稳定啊 但是最后呢 还是我们的烤面包机选手 率先冲出了赛道 恭喜我们的平起子选手 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 下一组 哇 两个黄色的队员 一个黄色潜水艇 还有一个黄色的组合 三二一 以上来的两辆车就分体分开 然后呢 引诱这个黄色潜水艇 撞到了黄色小车上 然后飞出了赛道 最终获得的比赛胜利的呢 是我们的拖车组 恭喜我们的拖车组啊 也是进入了半决赛 下一组 哇 是史诗级的对决啊 一位选手使用敌动 我不动跑法 一位选手使用敌动 我只动一点点跑法 那么究竟谁会获得 这场比赛的胜利呢 三二一 二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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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战况实在过于焦着啊 两位选手不分上下 组委会自中决定呢 以抽签来决定两位选手 究竟谁胜谁负啊 抽签的方式呢 就是置硬币啊 如果是数字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飞机营 如果是背面的这个老鹰呢 就是我们的摩托车营 好 最后结果呢 是老鹰 恭喜我们的摩托车 进入了下一集 下一场比赛呢 是我们的狗窝选手 和我们的兰博基尼选手 还没想到这两位选手 会一起参赛啊 怎么看的 怎么觉得不搭调 三二一 我们的兰博基尼选手呢 是这场比赛 当之无愧的冠军啊 首先我们的狗窝选手 是栽在赛道上面 然后呢 我们的兰博基尼选手 是把他顶了出去 然后自己还在赛道上面跑 太厉害了 非常有实力的选手啊 有可能就获得 这次比赛最终的总冠军哦 至此我们四强选手 也已经全部角逐出来了 下面呢 进行我们的半决赛 首先呢 是我们的平起子选手 和我们著名的拖车组合选手 两位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选手啊 三二一 哇 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们再看一遍回放啊 真的是在千军一发之际啊 如果再早一点的话呢 估计拖车撞的可能就是 他的小车和我们这辆平起子 两辆车了 但是呢 我们平起子提前了 大概也就是零点几秒 冲了出去 免于这个被撞出去的灾难啊 最后呢 是导致拖车车队里边啊 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自家人打了自家人啊 真的是太惊险了 恭喜我们的平起子选手 是进入了决赛 另外一边是我们的 兰波基尼选手 和我们的摩托车选手 摩托车选手上一场的运气 能否延续到这一场 保佑他继续获得 这场比赛的胜利呢 三二一 看来运气和低动 我不动跑法 最终也是没能保佑 我们的摩托车选手 进入下流的比赛 最终获胜的是 我们的兰波基尼选手 恭喜我们的兰波基尼选手 也是进入了决赛 那么下一场呢 就是桂冠争夺战了 究竟是我们的平起子选手 能获得胜利呢 还是我们的兰波基尼选手 能够获得胜利呢 为了公平己见啊 大赛组委会决定啊 最终决赛呢 采取这个三局两胜制啊 排除一些这个意外因素的干扰 OK 祝两位选手好运 三二一 第一局 蓝波基尼选手 率先冲出了赛道 平起子选手 一比零领先 第二局 三二一 很可惜啊 蓝波基尼选手呢 又是想要尝试在弯道掉头啊 只不过呢 这次在出弯的时候 车身的位置没有摆正 撞到了赛道上面 然后摔了出去啊 但是他这种在决赛 仍然敢于尝试做大胆动作的 这种精神 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很可惜啊 两局比赛呢 都是以我们蓝波基尼选手 冲出赛道而告终啊 毕竟我们这个平起子选手 底盘实在是太低了 真的是无解啊 当之无愧 是我们这次生存挑战赛的冠军 恭喜我们的平起子选手 获得了我们第一届 风火轮奇葩生存大赛的冠军 荣获了我们生存之王的称号 下面呢 由我们来为他加冕 OK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首先呢 我们还是恭喜一下 我们的平起子选手 最终是获得了生存赛的冠军 因为最近确实收了不少小车啊 以后可能还会有这个 各种各样主题不一的这个比赛啊 如果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今天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我是霸特曼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